另外在云林有这一间的连锁大卖场 由保全警卫长坚守自盗 他是私下复制了磁卡 打开金库 偷走了121万元之后人又不见了 警方清查之后发现 其实他击欠了大笔的卡债 而且作案之前就先搬家 显然就是预谋犯案 这支商品摆在收银台 准备结账 卖场每天的营业额高达上百万 一名30岁的理性男子 担任这家卖场的警卫长 竟然利用职务之便 坚守自盗 得手121万 但其实我不知道 我们大概只能够说他是坚守自盗 很难 16号上午卖场还没有开始营业 理性男子和其他主管 完成了零用金的对点后 趁着其他主管离开时 用偷偷附着来的磁卡打开金库 摸走了前一天的营业额现金121万 随即以身体不适为理由 向公司请假 离开公司之后 手机就完全关机 卖场说理性男子平时工作认真 一路干到了警卫长 人员也相当好 同事得知消息后都不敢相信 警方在金库上采集到他的指纹 而且还发现 卖场的监视器也在事前被动了手脚 只是负责卖场保全的警卫长 受不了诱惑 坚守自盗 也让卖场真的很意外 要警方赶快救出这个卖场内贼 中天新闻江戴警 王一仲云林采访报道